黑龙江、吉林和南谷 近日突然落起暴雪 積雪接近两米深 不少位处于低华地区的民居 门口被雪封住 村民要爬窗才可以外出 有汽车被大雪淹霾 多条道路受阻 游贵文说 二、三十年来未见过这么大的雪 气象局解释 是受到东北冷空气影响 以至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雪